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啊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非常不幸啊 各位网友各位同胞 局势正在按照老兵所分析的那个点去发展 我在我的视频的标题前面 都有一些成语 或者说一些比较看起来危言耸听的一些标题 但是这是事实 这不是危言耸听 这是事实 现在来看欧洲第二场仗要开干了 那么还有就是朝鲜半岛局势也非常紧张的 台海的局势也非常紧张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可能在等待的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俄罗斯跟欧洲一旦 第二仗开干 不管是波兰进入乌克兰 北约也介入 还是说俄罗斯要打这个芬兰 那么我们这边肯定要武统 我们一武统 美国鬼子就是在这个朝鲜半岛就要打 美韩联军就是要去吞并这个朝鲜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都是有的 我们首先来看欧洲的这个事情 芬兰拒申请北约又进一步 俄罗斯严重警告 不得不采取军事或其他手段消除威胁 5月12日 芬兰总理和总统发表共同声明支持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事态按照之前公布的流程发展 下一步 芬兰议会将对此进行讨论表决 而根据此前报道 瑞典也将与芬兰同步申请录约 两国预计在6月共同正式宣布申请决定 同日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发表回应称 芬兰加入北约的行为绝对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而俄罗斯将会分析此举对俄罗斯安全造成的后果 这个军事集团的扩张不会让欧洲乃至事件更稳定 他说 与此同时 俄外交部发出严重警告称 俄罗斯将不得不采取技术性军事手段或其他手段 来消除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所造成的威胁 芬兰是北约五国之一 紧挨俄罗斯 两国国境线长达1300公里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比德堡距离俄分边界仅170公里 此外 莫斯科认为科拉半岛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堡垒 它也将是俄罗斯北方建筑的所在地 就是著名的这个 穆尔曼斯克 穆尔曼斯克就是离芬兰很近了 那个点 未结束的俄乌冲突 能让欧洲笼罩在动荡中 俄方在发起行动前就指出 北约的不断东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但另一方面 芬兰广播公司本月的最新民调显示 76%的芬兰民众支持陆约 只有12%反对 在俄罗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前 陆约支持率多年来一直徘徊在25%左右 一切要取决于之后北约扩张速度如何 它的军事设施会如何靠近俄方的边界 佩斯科夫强调 记者问到 北约政府会把乌克兰危机当作借口 尝试纳入更多国家作为成员 佩斯科夫称 俄方一直在考虑分析各种选项 俄罗斯外交部在回应芬兰方声明 做出严重警告 俄方外交部12月15日表示 芬兰领导层关于支持该国加入北约的声明 是该国外交政策的激烈变化 俄方将会根据局势进行回应 所以说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技术性手段就是 你也懂得直接就开打了 有可能是任何弹 都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这种局势它都不是什么好的一面 也就是说昂萨 昂萨它就躲在后面 让你欧洲跟俄罗斯去抵消掉 然后日韩在这边跟中国 来抵消掉 它是这个意思 然后它就在背后搞 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几个新闻都给大家分享完 我们再来做一个综合的分析 那么韩国军方朝鲜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三枚短程弹道导弹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月25 5月12日称 朝鲜当天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三枚短程弹道导弹 韩国军方正就射程和射高等具体参数进行分析 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的第16次实验 也是韩国新政府成立后第一次发射 日本防卫省7日表示 朝鲜一次发射了前射弹道导弹 估计飞行高度为50公里 射程为600公里 日美同时指出 朝鲜官媒没有发布任何数据 其通常会在实际测试后次公布相关信息 那也就是给韩国新总统的一份见面礼 就告诉你 你小子叽叽歪歪就给你挨这个 不要以为你在我这里偷毒 我就会惧怕你 我的军队就不能打仗了 就告诉你 我的军队导弹 大家伙依然可以动 那么这里是朝鲜半岛的局势 那么还有台海的局势 台海的局势我已经说过 解放军的海军已经全部都包围台湾了 我感觉很多网友可能对这里的事 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觉得怎么 这个耐心是不是被耗尽了 我说过了 百年未有这大变局 这个东西吧 它就在眼前 你现在看欧洲这个局面 跟我们在这边搞这些演习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实战化在这里干 为什么解放军要直接公布 说就在这里要打 针对就是台湾 意思非常明确 就知道你那边北约那边 你可能要搞事了 然后什么 意思自己好像也要参战了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大家要知道 北约这些西方国家 有其参战的理由 因为他们现在经济 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经济衰退 那么就是要打仗 通过直接的军事冲突 来划分势力范围 以及直接就采取掠夺 所以这个是非常实在的一个底层逻辑 那么我也说过 现在的账跟之前账不一样 现在大家都是有核弹的 那么一言不合就扔吧 俄罗斯向欧洲扔 你美国就对俄罗斯扔 那大家都对设 俄罗斯他又无所谓了 他跟你等下交换好了 你的国土密集加起来有他大 所以说为此美国是很怕的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萨拉文 亲自到俄罗斯外交部 去找拉夫罗夫坛 要求美国 要求俄罗斯不要扔核弹 所以说这个他是真的怕 他不是不怕 不是不怕 所以英国这两天跑到瑞典 跟芬兰去 这个约翰逊去 跟他们谈说 我担保你们加入北约 期间我会保护你的 那英国拿什么保护 自己都快分崩离析了 经济那么畅 他拿什么去保护 还是像这个乌克兰一样 去输送这些弹药 那你芬兰你要是打起来 你更不惊打 你不惊乌克兰打 乌克兰我说过 这边军人好歹 他也是打了八年仗的 对吧 好歹他也是打了八年仗的 而且 他们是这个傀儡政权控制的 给乌克兰人吃的 都是吃这个安非他命 你芬兰 你芬兰能舍得给自己士兵 吃这个安非他命吗 你要是舍得也是可以的 对吧 那么就吃这个药打了 但是你芬兰这边都是平原 你怎么干 所以我就说了 这些人这个脑子是不动的 这么相信美国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这个军方 自己对这个波兰的这个分析 我们来看一看 美国的军事专家称 波兰将帮美国发动 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 美国退役上校 前国防顾问 道格里斯·麦格雷哥 不排除波兰入侵乌克兰西部 以及俄罗斯与北约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他指出俄军的成功和乌军的悲惨处境 与华盛顿的计划背道而驰 美国保守派杂志发文称 麦格雷哥推测 拜登政府 在绝望地试图扭转局势 并保住颜面 似乎波兰提供了一条出路 大家想想看 美国的 这就是美国主流的声音 这个话说的就是很真实 美国自己的主流声音 俄军的成功和乌军的悲惨处境 与华盛顿的计划背道而驰 拜登正在保住他的颜面 那么各位 大家来想想看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如果说芬兰 真的被俄罗斯打了 被俄罗斯推过去了 我跟各位讲 俄罗斯在 俄罗斯的国防力量 总人数在150万人左右 这是他的现役部队 150万人左右 那么在乌克兰战争这边 打了有10万大军 对吧 还有将近40万 就是针对这个 包括加利宁格勒的10万 白俄罗斯跟俄罗斯的 将近这个20万大军 将近20-30万大军 有的 至少有 在这个地区 圣彼得堡连接到 这个白俄罗斯这一线 在白俄罗斯有10万 大概有10万至15万 具体数字不行 但有15万左右 那么再加上白俄罗斯的15万 到20万左右 这里的大军将近有40万 那么在这个芬兰这个边境 有个10至20万的兵力就够了 那么等于说 他一半的这个 差不多三分之一不到的兵力 都集中在这个地区 他就干嘛 打芬兰不像打乌克兰 可以就是说慢慢搞 芬兰的话跟你没有感情的 不需要能达到主义的 所谓的这种关怀 直接就是干你了 对吧 你芬兰也派了很多的雇佣兵 跑到乌克兰去杀毛子 那毛子就把你干死 推死你 给你这个女服务员 来两颗 堡垒的那种 反舰的那种导弹 或者说 来一点什么 其他的一种什么 战术核武器 这个我也说不好 或者就给你打 常规军事力量 就来打你 然后在这里两线作战同时 然后你波兰突然之间 要把乌克兰西部给吞了 那俄罗斯就说 你介入这里了 那我就干你 那波兰被打了 那美国及北约帮不帮 帮的话 一旦帮的话 对吧 只要北京这里就瞄着了 只要你北约进来 对吧 他马上去这边 把台湾给平了 马上就解放台湾 解放台湾的话 日本什么的敢乱动的话 俄罗斯这边 起码还有个 30至50万兵力 集中在这个地方吧 那大家就打世界大战了 你这里一动 你驻韩美军 这个驻韩美军跟这个韩军 你要是敢进去妄动 是不是想要朝鲜点火的话 金正恩直接给你上核弹 或者就是说 直接就是说 这个自行火炮洗地 那你日本只要敢动的话 那导弹全部就打上去 全部就狂轰滥炸 那大家都上核弹了 对吧 我不说你美国怎么样 我知道说 日本跟韩国 全部被核爆爆掉 这个是很现实的 非常现实的 趁机把你驻日 驻韩美军 全部都给你赶跑 对吧 中华联盟共和国 现在的状态是 全军 我可以说 都是一级战备的 随时能战 全时戴戴 全时戴戴 什么意思 你自己想想 这是不是一级战备 什么时候军委下令 打 北部战区 直接就是 就是冲过三八线 把他给平了 这些威胁都给他 彻底给他打掉 这边东部战区 解放台湾 中部战区 辅助这两个战区 南部战区 全部进入到戒备状态 也在这边来辅助 防范美国对南沙军岛 怎么样 印度要是敢动 西部战区直接上 一场大规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是爆发 他就搞嘛 对不对 不要怕嘛 他妈的 怕什么 所以说中俄 现在的这个联动 就这个联动 我跟各位讲 有一个国家态度非常明确 沙特阿拉伯 王储 把在欧洲所有的资产 全部撤回 全部都回撤 全部撤回 所有都打着卖的卖 全部都撤走 中东的富豪 现在大量的从英国跑路 我跟各位讲 你去看那些什么英国超那些球队 我跟你讲 马上那些资本都要撤了 就白白的跟你再见了 你到时候 什么曼城老板 什么曼苏尔 什么的 对吧 到时候像对阿布一样的 对你这种球队 你不肯站队 我搞死你 没受你的财产 他的掠夺性 他就喊到本性 他就出来了 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各位不是跟你开玩笑 俄罗斯这种威胁 他 乌克兰他还没给威胁 他就直接上了 他就直接就威胁你 你以为他不敢打 你分来那么在女服务员带领下 在女权大妈的带领下 脑子傻掉了 瑞典也是 瑞典到现在没有 没有明确表态 因为他还是怕的 人家毕竟呢 女首相是女首相 人家还是有国王的 古斯塔夫家族 我就不相信 对吧 他真有这个胆子跟毛子干 我跟各位讲 曾经波罗的海三国 和这个 普鲁市这个地区 包括圣别的堡 俄罗斯的这些地区 包括斯莫伦 这个叫做库尔斯克 斯莫伦斯克这些地方 乌克兰北部一些地方 包括白俄罗斯这一片 以前他这样的 全都是瑞典王国的地盘 包括芬兰 都是瑞典王国的地盘 就被跟毛子打了 斗了几百年 最后就打成像 现在这一点地盘 变成了永久中立国 那毛子在干你 你这个芬兰 女总理 女权大妈 马林 非要说什么 俄罗斯 你敢来啊 二十万苏军 埋在我们芬兰 你敢来啊 那都是什么年代的事了 对吧 那是什么年代的事了 那个时候还有骑兵 现在呢 对吧 所以说 谁也没办法独善其身 这是一个危险信号 世界将会坠入深渊 现在就别在天天 就是嗯哈嗯哈 我看在上海 我有些上海的同胞 天天在这里嗯哈嗯哈 在朋友圈里面 嗯哈嗯哈 在那里 你叫个屌 现在你能 你能活着就是不错了 你还叫个叫啥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鼻梁 小姐的点赞见 谢谢 谢谢